儿子 妈 儿子 妈 有点事出几趟 你看着弄点什么东西吃吧 我下午就回来了 哎妈 你这干嘛去啊 怎么最近你这一天老是出去啊 没事没事 那我先走了啊 嗯 儿子 你在这吃饭呢 哎妈 你回来了 你怎么才回来啊 有点事 回来晚了 儿子 你吃啥饭呢 妈 我刚吃完泡面 吃泡面 你咋又吃泡面呢 泡面没有营养 这不是你不在家吗 我也不会做饭 那不是泡面吃啥呀 嗯 那妈以后早点回来啊 嗯 哎妈 真不知道你这天天忙活啥呢 早出晚归的 嗯 儿子 正好妈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你把那凳子递给妈 嗯 儿子 你看你爸也走了好多年了 妈妈一个人带着你 隔壁 隔壁你李叔叔也是一个人 隔壁你李叔叔也是一个人 我觉得妈和李叔叔还挺合适的 你看 嗯 哦 哦 妈我明白了 你是看好李叔叔了是吧 嗯 妈 如果你俩合适的话 还打算结婚啊 嗯 差不多就是你说那个意思吧 哦 妈我知道了 我考虑考虑吧 哎妈 你这去哪啊 哦 妈有事出去一趟 哎妈 你这又去哪啊 嗯 哦 我上你隔壁李叔叔家去玩 我走了啊 哦 哎 不对啊 我妈这个点去找李叔叔 李叔叔 李叔叔应该在地里干活吧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哎 不对啊 李叔家在这边 我妈怎么上那边走了 啊 啊 不对不对 我得跟着去看看 我得到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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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走这条路了 妈 啊 儿子 妈 你这到底干什么去啊 啊 玩 那个 我 妈 你后来说实话 你不是说去李叔叔家吗 结果你也没去啊 我就纳闷了 妈 你天天早出晚归的 这都干什么呢 啊 我没干啥 没干啥 不对啊 妈 在市区你也不认识几个人呀 你跑这干啥到底啊 啊 没什么 我这不看着环境挺好的 早晨上这来锻炼锻炼身体吗 干上布啥的 妈 你拉倒吧 你要是锻炼身体的话 你早就和我说了 不对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哎呀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 没有 没有 妈 你要是不和我说实话 你就别走了 以后啊 你就待在家里 哪都不能去啊 哎呀 儿子 反正你也看见了 我就跟你说吧 妈呀 在市区找了份工作 想啊 多挣两个钱 妈 你这找的什么工作呀 你本来身体就不好 庆数就这么大 你这瞎忙啥呀 儿子 你看看 你爸都走好几年了 咱家也没涨点什么钱 你自己打工 挣的钱也不多 妈就学问 你老大不小了 该找对象结婚了 可是你看看咱家 那些像样的房子也没有 这如果你真谈了女朋友 人一看咱家的房子 跟你分手了咋办呢 我想啊 多挣两个钱 咱们凑凑 交个首付 给你买套楼房 如果你找到了女朋友 顺顺利利的 能把婚结了 妈这心思 也就了了 也就了了 妈 找对象这件事吧 得看缘分 缘分到了 自然都有了 话是这么说 儿子 你说现在这年轻的小女孩 谁不希望自己有一套楼房啊 你就拿妈那时候结婚来说吧 跟你爸爸跟你爷爷奶奶住在一个小房子里 妈都感觉不方便 可是那时候条件有限呢 何况你现在的孩子了 也不能委屈人家姑娘不是 反正你现在也知道了 你就回去吧 妈一天就干十个小时 干得多 挣得多 我也不累 妈 你这么辛苦 我也于心不忍啊 哎呀 什么于心不忍呢 这不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吗 等以后你结婚了 有了孩子 你也会这么做的啊 好了儿子 妈上班要迟到了 不跟你说了啊 妈先走了 妈 回去吧 回去吧 妈 是我这个当儿子的没用 你这么大岁数 还要为我去打工 从明天起 我要多打一份工 不能再让我妈这么辛苦下去了